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赵丽媛 新北市万里区万里里长王杰伦 蒙和爱新企图 外偏乡学校 义住资源 现在万里国小天购都会区 常见的投篮机 跳舞机 以及棒球酒公格 还有摄飞镖 放置地下室空间 宛如校园中的小小游乐场 不但引发学生运动的意愿 也提供偏乡孩子跟社区学生一样的快乐童年 万里区万里里长王杰伦 梅和爱新企业 韩碧轩 李广慧 水晶 一品企业 为偏乡校园义住资源 现在协助万里国小天购运动器材 不过这些器材可不一般 有投篮机 跳舞机 以及棒球酒公格 还有摄飞镖 有序的资源引进 引发学生的运动意愿 也为偏向的孩子带来更多城区常见的娱乐器具 我们万里的国小的小朋友呢 目前有263位 那这是属于国小部的 如果加上幼稚园的部分有47位 那我希望说让这些孩子能够跟城乡的这个都市的孩子能够做一个教学上面有一个连结 所以不至于差距太大 那也让他们在万里的部分能够学习更快乐 那也是可以更活泼的成长更健康 我们要打造一个幸福的万里 要从孩子开始来做起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我们王杰人王里长对万里地区的一个付出 所以说我们企业认为说有一个这么好的里长 我们应该是要更认真的去支持他 然后万里又是一个偏向地区 那我们其实我们企业在万里地区也做了蛮多的一个 类似一个公益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在里长的大力推动之下 那我们可能未来还是会持续的 不断的在对万里的这个地区的地方 来做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来到万里国小的地下室 玩如一个小小的游戏场 率新企业的资源溢柱 不但让万里国小的孩子有了更多元的运动方式 还可以与同侪之间良性的竞争比赛 增进同侪的情谊 还有资源的溢柱 也让原本闲置的地下室空间活化使用 其实在偏乡地区 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呢 就是能实现并且把城乡差距给缩短 那这次呢非常谢谢韩碧轩呢 这边呢给我们这样一个捐赠 那学校呢把这一笔善款呢 用在增加我们学生的一个体育设施上面 那我们增加了投篮机 九宫格 那还有飞标机等等的一些游戏的器材 那为的是让万里地区的孩子呢 也可以真正的体验到市区的孩子在做些什么 那我们极力的让城乡的差距呢 可以说到最小 为了感谢善心企业的协助 万里国校也颁发感谢状以示感谢 而校长也期待为偏乡孩子 寄入这些都会区常见的娱乐运动设施 要借此米平城乡的差距 也要让偏乡的学生 有着跟城区孩子一样的快乐童年 记得要平函万里采访报道